几日,有媒体爆出七威一家三口在机场的合影,据悉,内地著名影视女演员,七威,与美纪韩伊丽承选,自2014年结婚以来,已经拥有了她们爱情的结晶,那就是女儿Lucky儿这次七威一家三口都出现在机场。 七威的女儿Lucky身穿一身墨绿色纱裙,头上还扎着两个奶扎丸子,一新粉红色的上衣,十分的俏皮可爱,一副圆圆的墨镜挂在脸上,小姑娘显得有点酷,而万能的网友还是抓拍到了Lucky没带墨镜的照片,天啊撸,简直就是七威的迷你版好吗? 而和小Lucky同框出现的,杂是黄冠中与朱英的女儿黄英,黄英显然比Lucky在年龄上稍微大一点,所以更显得稳重,白色顺衣,有点心刘海,再带着一顶粉色与服帽的小姑娘便是黄英了。 而Lucky和爸爸李承炫,黄英和爸爸皇冠中同时出现在机场,据网友爆料,应该是参加了湖南台的爸爸去哪儿,新一季的节目录制和导演谢迪奎的新节目,爸爸想想办法吧? 而更好笑的是,Lucky被网友拍到一副摇头晃脑的视频,原来是他在模仿一只同样摇头晃脑的驴子。 相比之下小姑娘黄英就显得文静得多了,不坐身在一旁站着看妹妹,这一动,一进的组合可真讨喜啊。 而她们的妈妈朱英和七薇,也同样来到了机场送她们,到底是黄英更加感性一点,因为马上就要和妈妈分别而已加三,口抱头大哭,可能朱英还是不放心老公和女儿独自出远门吧。 而相比之下Lucky那边的情况就好多了,小姑娘到底还是随妈,和七薇一样的性格,不仅没哭,还和妈妈来拉手,不知道又在约定什么呢? 这两个萌宝肯定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的活力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